姜濤的中日新聞報導 現在已經進行903第五階段的選舉 非常敗熱化 今天中午12點開始 已經開始各大勢力在投票 我們當然姜濤就是一個目標 就是要姜濤贏就是投票 這樣有很多人就說 今次有很多言論在網上 自從903第五投票開始 而且非常多的末刻工程出現了 對於姜濤的攻擊是無日無知 我們今天這段片要以正視訊 還有近來發生什麼事 究竟出了一個叫做 投票滅雞大行動 究竟發生什麼事 高等仔一一跟你們分析和報導 記得一件事 賺好這段片先 還有劉可營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現在怎樣都可以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因為你們課金支持 就是打擊Haters的最主要方法 支持高等仔支持姜濤 好了 話口未完 第五階段已經正式開始 厲害了 今天中午12點之後 來來投票尾先 投到圖尾先 投到圖尾先 雖然在第四階段 我們用一個技術方法 令到大家可以投到圖了 這樣順利將圖納入十位之中 雖然這個技術型是贏了 但是只可以用一次而已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現在最後一個階段了 無論任何什麼技術或者任何方法 甚至是詭計之下都沒有用了 因為這次真的講實力了 因為只有大家一個選擇,就是姜濤的圖 就是只有他一個選擇 這次不用講那麼多分裂、假消息、真消息、分裂姜濤等策略 我們這次的策略只是一個真真正正的 不講那麼多攻略、謀略 因為我們之前,因為泰國危機,第四階段 如果不講出少少謀略,令到大家集中票員在圖上 根本的機會率勝出就很低 所以這次我們去到第五階段,不講那麼多廢話了 不講那麼多去引起大家怒火 或者引起大家一些妒忌心的東西 不分裂了 我們全心全意投逃 我們就很簡單的 自己拿起自己的帳戶,投逃 令到身邊的人,投逃 下街宣傳,投逃 就是這麼多,知道嗎? 千萬不要再分心其他事 又說這個要支持那個 我們一定要支持大台不大台 不講這些東西了 我們現在專心一次,投逃 令到姜濤可以直接登上冠軍之位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現在洗白 我們已經洗白之前那些複雜的思想 我們以一個簡單的思想就是投逃 不想其他事了,明白嗎? 好了,希望大家,可能大家專心一致 好了,第五階段當然 當然,形勢對於姜濤來說 就非常複雜 但是對於姜濤來說呢 就非常簡單 我們這次最要兩方面去處理 第一,就是不要讓雲剛贏了 第二,就不要讓Anson Lo的歌上位 這兩方面 中觀看到其他十首歌來說 基本上,對於姜濤來說 對於姜濤來說沒有什麼威脅 但是我自己就要小心一件事 因為Dear Myself這首歌 和教主那首歌 近來都是非常熱烈 雖然大家這樣說 大家都覺得世一 就是MC會很大機會 但我告訴你 MC的機會率就不是太高 現在反而看回形勢 看回各項的數據 Dear Myself和Money是危險些 對於姜濤的圖的衝擊力 和威脅是最大的 雖然我知道很多姜濤 都活在自己的姜濤世界那裡 你很少在外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人家的神套已經是蓄勢待發 他對於這個Money 他已經投入了極高的投票意向 極高的能量去令到大家去投票 所以今次這個姜濤 講真一句 你說E先生基本沒有機會了 所以基本上Edan我的票就會落到Money那裡 告訴你 Money基本上他就得到E先生那邊的全力支持 姜濤已經成為一個聯盟 而張敬軒的隱形遊樂場的票數 如果根據網上的消息 基本上他們會推下去圖那方面 因為張敬軒都說全力支持姜濤 之前個人仔都已經出了片去分析給大家聽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雖然我們去到第五階段 圖的形勢 沒有上一次第四階段那麼惡劣 因為第四階段真的很惡劣 隨時姜濤有機會入選不了 因為太多淋淋爽爽的人在妖言或中 所以我們一定要踢起所有姜濤的危機感 令到他們專心一致去投桃 好了 但第五階段雖然形勢沒有那麼惡劣 但這個形勢也變得錯綜複雜 今次這個網友叫做投桃殺雞這個理論 官仔都某程度上是同意的 但問題上你們 因為我自己覺得那些惡劣 他們把我們少少姜濤的注意力 相關了 因為尹光的Dear Myself 我跟大家說 是相當之具威脅 因為現在已經有多個明星名嘴 出口去支持Dear Myself 連這些名人名嘴究竟背後有什麼目的 我稍後在一些折數 稍後一些折數跟大家分析 所以就很危險了 尹光的威脅度 我自己覺得是比這個基斯藤更具威脅性 因為現在MMA已經發動起一個最後的搶攻 我們現在的投票就叫做一連五日 一連五日來講 基本上我們基本上 頭一日已經納盡了所有姜濤的一票 所有姜濤的一票就會在頭一日 會全部下注馬去圖 但是接下來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們接下來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要很留意MMA 和一眾毒L 甚至是Haters的舉動 所以這方面交給高登仔 高登仔會和我自己本身相熟的姜濤 和不少的我們自己相熟的所有姜濤群就會盯著他們 在我的姜濤便利店那裏 在Facebook群組那裏 就會不斷盯著有關消息 跟大家24小時的報導 放心 近來呢 所以你們要記住 我相信現在聽到我這段片的時候 基本上所有姜濤都已經投進去圖 你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專心再找其他新的票員 明白嗎 以我所知 基本上現在有很多的票員 是還沒動的 還沒動的 那麼高登仔會和我自己相熟的Youtuber 盡量投這個圖 OK 希望大家身邊的人 一定要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去找一些新的票員去投圖 但是神圖那方面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人家是綁著手給你打 我告訴你 今次神圖已經是出盡他的底牌 我告訴你 他們就集合了雞屎騰的力量 基本上他們會一次過把所有票都放進去教主那首Money那裡 所以近來我們都看到網上 對於Money的播放是有真無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Edan的後援會已經解散了 Edan的後援會 甚至叫做雀屎 就叫做群龍無首 叫做群龍無首 他們現在的方向已經失了方寸 你說他們的方向 因為他們現在的群龍無首 基本上E先生的支持度 肯定到最後最後階段是搞不定的 所以基本上E先生他們自己的神圖就開始侵入去穿屎那邊 這樣就叫做有道 誘惑一班穿屎 就把那些票員投給這個Money 為什麼呢 他們都說 這個言論就是這樣 現在的言論就是 只要教主在這個Makerview 或者view這個大局裡面 站穩陣腳 和形成了一個很有地位的局勢的話 那一定就會幫助Edan繼續穩佔 因為為什麼呢 近來這個社羅商 雖然這套雞屎藤新劇 他們的收視就叫做麻麻地 但是呢 現在呢 Anson Lo和Edan的陣營已經聯合在一起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他們現在都在怕 因為Edan的後援會已經解散了 現在被最有實力大台去統一所有票 基本上就是神圖的後援會組織 但是呢 如果他們一輸的話 他們現在將這個 這個雞屎藤捆綁在一起 捆綁在一起 他們呢 如果呢 這個Anson Lo 輸了在這個票數裡面的話 基本上呢 他們就說 Edan都會沒有運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這個 叫做神圖 現在我講的那個 那個論調呢 就說 現在他叫做 警示藝一哥 講到Anson Lo 講到那套這樣的 哇那套這樣的樣子 我遲些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節 嚇死大家 陽環這套戲 那麼 過千萬票房 而這個Edan近排拍的戲呢 就是一般的 那所以呢 就 大家呢 就轉戰 那些神圖就說 那你一定要保住這個 教主 你保不住這個教主 就是保不住Edan的勢 因為Edan近排拍的幾套戲呢 都收視都是一般 的 勢也是一般 所以呢 就 加上Edan 上次 發動一次的攻擊 是吧 發刑師 攻擊 又說 換發刑師 結果都無功而還 所以呢 現在呢 基本上一層八彩了 Edan 所以Edan 基本上呢 就好像 跌了下水 下水狗 那樣 就好像 浸了 浸了 這個浸了 就危險了 一浸了 那他們就當然要找些東西去畫住了 喂 你畫住 畫不畫得住呢 那就要看他身邊的人 那艘艇 究竟有多麼堅硬了 那他身邊的艇 就 無非一個 就是這個 神舟 這個神舟 就是這個神徒 神徒駕駛這首船 就支持教主 神舟 所以就很重要 所以 千萬千萬 大家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 要留意這個 雞屎騰 這個聯軍 當然這個聯軍 就非常之 非常之要留意 和要審視 因為他們 他們始終都在講一個形勢 就是說 喂 對付這個姜濤 他們不手軟的 老實說 喂 上年我們已經 給這個神徒 一個義軍突起 就拿了我最喜愛藍歌手 喂 跟著 就算去年 姜濤上台唱鏡鐘的 都後來被人活黑 所以 今年我們醒了 告訴你高恩仔 不會一座再錯的了 今次 如果我們再用一個正常途徑 去幫姜濤做一個叫做我最喜愛藍歌手 甚至是在這個歌曲 這個輪選唱 這個叫做傳統的手段 一定贏不到 因為對方的手段 是層出不窮 就是在過幾兩個月之前 已經看到MMA Haters 讀L的舉動 全部都針對姜濤 如果我們不擁有一個靈活多變的做法 就是 還用一些傳統話 你要支持圖 你要支持姜濤 你要支持她的東西 因為我們基本的因素沒有變 如果我們用一些舊的手法 只會得來舊的結果 如果你想今年 姜濤贏得我最喜愛的藍歌手 我們一定要想想一些新穎的方法 我們要想一些新穎的方法 敵我矛盾 內部分裂 要做一些假象給別人看 令到別人不知道我們真正的企圖目的 當然高恩仔這條頻道就是 由之至終都支持姜濤 但是我支持的方向 就令到很多Haters MMA 甚至有些讀L 非常之留意 所以我們這次 就用一些奇妙的方法 因為舊的方法 只會帶來舊的結果 所以這次 我們就用一些新的方法 新的招數 迷惑對方 你明白嗎 你不迷惑對方 人家就知道我們的底牌 因為 譬如說一個戰爭來講 我們這次903是一個戰爭來的 我們說一個戰爭來講 如果經常用一些舊的方法 宣傳 做應援 開口 要支持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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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著一些招數來打 所以這次我們在第四階段 不是了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一定要找一些迷惑人的消息 迷惑人的煙霧出來 去令到MMA 讀L 那些Haters 甚至計師騰那些人 不知道我們真正的目的在這裡 所以甚至相當成功 令到圖真正正正可以上到頭十位 但是正如我所說 你現在去到現階段 這些迷惑招數 已經是不可以再用了 你明白嗎 因為現在 真的講實力的時候 因為已經是沒有了那些 即是真的打仗 現在已經不是說 在外圍那裡叫喊 敲鑼打鼓 現在要真正賣牙了 真正賣牙去講 你一定要將圖 去納入第五階段的最後五首歌曲輪述 所以這次真正兩軍對決 你不埋牙你就一定是死 所以這次我們要真正正正 不再搞那麽多迷惑招數了 不要搞那麽多迷惑招數 我們不要連自己人都騙了 我們現在開始要真真正正正去投票了 不要說那麽多 身邊的人先投票了 你作為薑糖 你有沒有令身邊的人先投票 你有沒有在公司裏面 真真正正找你身邊的人 你不要害羞了 上司也好 下屬也好 同輩也好 就算他坐在頭 放著 如果放著基斯藤那些東西 你就無謂說了 但如果他放著Tiger 放著AK 放著Ian也好 雖然Ian也好 你都要找他們一起投票 你都行略得失 你跟他說 你支持姜濤 整個MIRROR都會好 你支持基斯藤 就只是基斯藤好 你一定要告訴這些信息 就叫做 頭逃殺雞 這次這個策略就是 知不知高中仔就給你一個獻 一個計 這個不是煙幕 這個不是煙幕 這個真正的一個策略 頭逃殺雞 這次就是真的要說 除了基斯藤那班 沒得談 你要找其他人 你跟他們說 姜濤贏 才可以保得住MIRROR在2024年的誓 如果基斯藤贏 MIRROR就會散 當時 其實姜濤不會輸 但問題上 你之前的偶像就會輸 譬如如果他是Tiger 譬如他是Tiger 或者他是AK的粉絲 你跟他說 你想不想AK和Tiger 2024年都有公開 你想不想他們的勢 都依然可以有得做 這樣就緊要了 這件事就緊要了 所以你們一定要投姜濤 因為投姜濤 先要保得住MIRROR的勢 但是你投基斯藤就慘了 最後好的只有基斯藤 而他們也不會報答其他人 明白嗎 不會報答其他人 做不起其他人的話 你的粉絲 你的偶像就沒有了 你的鏡子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這樣跟他們說 你不是說一尾就衝過去 支持姜濤 支持姜濤 你這樣就黑人爭 你明白嗎 你要跟他分析那個例 如果他不明白的話 把這段片給你的好同事好朋友好親戚看 告訴你 官仔現在就給你一個分析 這次我們這個行動就叫做透透殺雞 明白嗎 好這次姜濤的中學新聞就是這樣 下集回來我們繼續分析 拜拜